《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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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個人或教會 今天我們都在社會的風氣下生活 我們都會被影響 不過關鍵的地方就是 我們要知道究竟會被什麼影響 以致信仰或生活不會因為這些風氣 而令到它有所偏差 其中一個我看到我們會被影響的 就是一種所謂相對主義的風氣 相對主義聽起來好像很學術 但其實不是的 你經常聽別人這樣說 別人說看你怎麼看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對 我看你怎麼看 你覺得這樣做才好 我看你怎麼看 其實看你怎麼看這幾個字 其實已經很盡地表達了相對主義對我們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其實凡事上都是主觀的 看你怎麼看而已 沒有所謂的絕對 我小時候其實都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看到有一個人不看燈過馬路 J-Wall 我爸爸就問 兒子你覺得那個人合不合 我就說看你怎麼看 誰不知我爸爸就罵了我一身 因為他告訴我一件事 他說如果你凡事上都看你怎麼看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了一個能力來分辨什麼是時卑 什麼是刻板 如果我們看你怎麼看這個觀念的時候 其實成年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沒有它一些正面的功能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他告訴我們 原來一件事情的看法 不是只是單一的 其實你可以多角度的 你多角度 以不同的觀點角度 不同的看法來看 其實你看那件事 能夠可以完整一點 甚至乎你不會這麼快放棄 只是用一種角度 來決定那件事的成與敗 本來是好的 不過問題就是人很多時候濫用 當人濫用了看你怎麼看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想像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就是凡事上都沒有對錯 凡事上都不需要有立場 甚至乎你喜歡這樣的立場 你喜歡這麼看就這麼看 我喜歡這麼看 你不要過問我 我就是喜歡這麼看 你想像這樣的情況底下 其實怎麼能夠分到是非黑白呢 你再進一步 如果將這件事帶回教會 就更麻煩了 因為往往當牧者打開聖經 跟你去講 究竟聖經裡面所講的真理 是些什麼的時候 你又說看你怎麼看 於是你對於聖經的真理 很容易會產生懷疑 你對你的信仰很容易產生懷疑 你對於教會的帶領 甚至都可以產生了很多的懷疑 進而大很多的批評 很多的不滿的情緒 會在那裡產生 但問題就是 教會不是這樣的 教會不是用一個個人的主意 來帶領的 基督的信仰也不是這樣的 基督的信仰不是因為你的個人喜好 你要信這樣 於是信仰就是這樣的 無論教會也好 無論基督信仰也好 其實我們都是紮根在一個聖靈 在聖經當中所默示的真理上面 這個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這個是從上帝而來的 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條路就是這樣走的 我們信的就是這樣的方向 一個基石的上面成為了我們 每一日無論是個人教會 安心立命的一個原則 所以每一次當我們問看你怎麼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問看你怎麼看 我們是問究竟耶穌怎麼看 究竟聖經裡面怎麼看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究竟是怎麼看 然後聖經裡面說的怎麼看 就成為了我們今天 說我們自己跟著耶穌的人 我們的看法 當然 當然當人一聽到絕對這句字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很霸道 為什麼一定是絕對的呢 為什麼不一定是相對 好像聖經 一直都要限制著你 捆綁著你 但其實原來不是的 如果今天我們要分得清 什麼叫黑與白 什麼叫對與錯 我們中間是絕對需要有一個 我們能夠信得過的標準 你要成為我們分對錯 分黑白的一個準則 而耶穌將聖經給我們 聖靈將聖經默示給我們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用處 我們能夠信得過上帝的說話 來幫助我們 來去界定 究竟什麼叫對 究竟什麼叫錯 就好像保羅 在《以弗所書》的第五章 第八至十節 他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 從前你們是暗味的 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就當上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你看到 這裡所說的裡面就是 有從詞的 從前是暗味的 但現在是光明的 暗味和光明其實分得很清楚 甚至乎保羅說 你現在所結的果子 量善、信實、誠實 這些用什麼來定準 不是用你的喜好來定準 這些的Quality 是由聖經裡面給我們的教導 那個絕對的真理 成為了我們分辨的一個準則 所以不是沒有東西 你可以看你怎麼看的 你的口味可以看你怎麼看 你做事的方法可以看你怎麼看 不過這個世界就有更多東西 我們不可以隨便看你怎麼看 特別講到的就是 我們生命的方向 講到的就是 道德的標準 講到就是 我們怎樣行在真理上面 這些東西 你不可以看你怎麼看 以更何況 其實今天當你能夠可以抓住這個真理來行事 其實你知不知道對這個世界 反而有一種反轉過來 影響他們的作用 就好像主耶穌說 要門徒怎樣 要成為炎和光 炎要怎樣 要有炎味 咸味 來防腐 光要照在黑暗的裏面 叫黑暗裏面的人 能夠可以看得見 那些咸味從哪裡來 難道從你怎麼看那裡來 從你自己的喜好來 那些光照在哪裡來 難道又在你那裡來 不是 這些咸味 防腐的作用 這些光照明的功能 全部都是因為今天 我們能夠可以抓得住耶穌基督的真理 就是這個黑暗的時代 在一個會腐爛的時代 我們發揮功效 好叫那些在黑暗裏面的人 他能夠因為我們怎樣的持守 我們怎樣來執著這些真理 他看到在這個黑暗當中 他知道究竟那個分辨方向的一個能力 所以鄧英主媒 今天當我們作為一個群組圖的話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不能夠凡事看你怎麼看 而In Back to Your Show 已經給了一個很好的禮物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紮根在上面 來分辨是非 那就是聖經裡的絕對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面對著一個這樣的風氣 面對著這個相對主義對我們的影響 其實無論我們個人也好 或者我們教會也好 我們必須要在真理上面 能夠打好我們的基礎 有三件事情 我是鼓勵大家 在接下來的時間 來做好它 好叫你能夠可以面對這種相對的風氣 第一 你需要熟讀聖經 不是只叫你熟讀色輩那麼簡單 而是說你要明白 究竟聖經裡講的真理 究竟正在教什麼 你今天在持守什麼 你跟隨著什麼 這是第一件事 你要先明白 所以你要熟讀聖經 第二 你要怎樣 你要順復聖經 順復聖經 就是作為你今天生活裡的權威 我的生活應該怎樣做 我的生命應該怎樣走 你不用怕 主耶穌已經告訴你 而那個教導就已經在聖經裡 你就順復 你就順復它成為你生命當中 那個話事的那樣東西 好嗎 到最後第三件事 你要去實踐聖經 只是讀 只是明德 你還要去做 我知道有時候 甚至乎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很多時候都鼓勵 弟兄姊妹 你不要問那麼多 不要問 你先跟著 不要問 你先做了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實踐的過程當中 你的生命被改變 你的心就會越來越明白 為什麼聖經要這樣 要我們去活一個這樣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我期待的就是 無論在教會也好 無論在個人的層面也好 我們在這個被相對主義 影響著一個風氣的時代 我們依然能夠站立得穩 我們之所以站立得穩 因為我們就是 將我們的生命和教會 建立在主耶穌基督 這個絕對的真理 這個盆石上面 無論雨林水沖 其實怎樣打下去 我們都不會動搖 我們就不會動搖 我們很 dryer 我們就不會動搖 還有什麼想法 誰會來自身 為你不動搖 是